我们再继续进假期的话 还会有一些公案跟各位一起来努力 文曰 极若思维运作 一切时钟 节是本心 设身无常之时 银河不见本心 他是他讲的这个样的话 极若思维运动 我们每天行事坐卧 吃饭 穿衣都是在运动 你走路 你散开 你喝茶吃饭 都是在运动 一切时钟 节是本心 所以你能够起作用 能够喝茶 能够吃饭 能够行走 能够做任何事的时候 所以说极若思维运作 一切时钟 节是本心 设身无常之时 银河不见本心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这样的话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见到 我们的自信的意思 银河不见本心 答案 本心常现前 你自不见 这个地方很重要 他说 本心常现前 你自不见 心急健在 何故不见 他说 达摩指示 就告诉我们 本心常现前 你自不见 其实这个东西 一般人看了以后 这个文章不是很深 我们起来看了就会了 但是我们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 有的人是智慧不够 不能侵止 有的人是没有办法 不敢承担 但是很多人都不敢承担 因为怕承担下来 说说 哎哟 我这个就会了 我今天就悟到了 那我要怎么办 我悟了到以后的话 我建训以后 我不是 什么都不能做了吗 很多人是因为这样 你是悟到跟你做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关系 你悟到是悟到 悟到你还好修行 悟到的功德很大 怎么会害怕 但是有人在 看到这个杨慧的时候 他反而害怕 不敢承担 很多人不敢承担 何故不见 他现在说 本心常现前 你自不见 问的心急健在 何故不见 他的师爷说 你真做梦 打的真做梦 问的 他说 因为我们本心常现前 为什么不见 他就问说 杨慧者是说 你急健在 你因为有看到你的 看到你的健 健在 就是看到你的 这个自信的时候 何故不见 心急健在 何故不见 他就告诉我们 怎样去见信的 那个方法 说你做梦 真做梦 他说 他说 真做梦 问的 你做梦时 是你本身 打的事本身 我们 我们很多人都会做过梦 除非你花烧感冒的时候 做人们是 浮浮涂涂的梦以外 你们如果说 因为有生病 还是说有 花烧的时候 那个做人们 就 浑浑沉沉 就不算 那普通我们 常常是 常常会有做梦 做梦的时候 有些 不是 不能说 做梦都不是 那你做 他说 你真做梦的时候 你做梦的时候 是你本身 打的事 就是我们本身 那我再讲一个故事 就是这个做梦的故事 这个是太史公 黄山谷的故事 我把它整理出来 黄山谷二十六岁 二十六岁重庆寺 很年轻 二十六岁重庆寺 就任那个 任命为 黄州 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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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很大了 黄州就在 湖北的 黄冈寺 黄州 是湖北的 黄冈寺 朱府 一日五岁的时候 一直在中午 睡午觉的时候 梦道走到一个 村落里面 见一个白法老翁 白法翁 一家门外设香案 案前供完 那个芹菜变 供了一个芹菜变 可能你们有看过 他的故事 还叫某人林 黄山谷 就这个时候看到 做梦的时候 看到他 就向前去 看那个芹菜变 那个香气的很香 芹菜变 当然 芹菜纸变酒 那很香 那就随便去吃了吧 这样子竟然 就静置 随意吃了 然后回了芽门去 不结就醒来 他在做梦 就说 他睡午觉的时候 短短的梦 就梦到人家 去人家那里面 看到人家在拜 向安 在拜那个 拜什么人 不晓得 那个面 然后胡托 来吃面 谁啊 来吃面 就这样 他就去 不知不觉 去吃了面 吃完面 就回到鸭门去 醒来的时候 还有这个嘴巴 还有芹菜香 还有芹菜香 还有吃到芹菜变的芹菜香味 就这样 就是他也这样 但是黄山狗认为是梦 不以为意 一日有一天 他就吃了鸭门 寻着那个梦中的路走去 刚好在 刚好在那个走的那个地方 看到 看到有一个房子 跟他做梦一样 我梦到这个房子 我梦到这个房子 就去敲门 敲来真的是一个老夫 来开门 见到梦 梦见到那个 那个看 梦到他的老夫 问他说 问他说 你有没有摆那个香案 换人家吃面 那老婆婆 所以昨日是我女儿的那个继承 因此门外供芹菜变 并换他吃面 我连连之事 这个老太婆 每年都这个时候 供他的女儿 黄山狗就问他说 你女儿去世多久 你女儿去世多久 婆爷说26 黄山狗想想到住室 想想到住室 也是26岁 昨天刚好是 就这样了 一次再问说 他女儿生前的世 那个老婆就跟他 他说他唯一的爱女生前 喜欢练活出世 他这个女儿喜欢练活 喜欢吃世 孝顺不肯嫁人 26岁的时候病死 史实真讲说 要回来看他三谷 三谷他说 他跪房在什么地方 那个老太婆去持的房间 是那个地方 黄山狗进房一看 好像自己用过的房间一样 他就这样 而且他那个书柜里面 的书的药匙 他什么地方都知道 就这样 然后后来黄山狗 以赴牙后 吃了 后来黄山狗把这个 老太婆接去奉牙 他知道说他是前世的 那个母亲 把他奉去奉牙 他在他的虎牙后背 那个子一个子挺 命名为滴翠烟 听众自提耶 世增有花 世始脱成 做梦中梦 物生外生 做梦中梦 物生外生 为什么 我们人生之梦 人梦又梦到自己过去世 做梦中梦 物生外生 我们人生本来就是在做梦 他又做了一个梦 然后呢 物到他过去的生 是这样 这个黄山狗是物到的机事 很了不起 二世又是中进事 那很了不起 那个写办论又讲说 又问 乳言 思为应作 以乳不别 达也不别 当然啦 我们现在又问 乳言 乳言以思为应作 以乳不别 就是这样 你在讲话的时候 你来做 是不是你在做 当然是自己在做 达也不别 是也极弱不别 即此生即是你本法生 就是这样 所以清净法生 彼如这那佛 圆满报生 得上那佛 千百亿化生 释迦牟尼佛 都是我们自己 三生佛 都是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还要怕什么 修行这么简单 有时候怎么不能悟到 清净法生 彼如这那佛 就是你的自信 你的本性 其实毕如这那佛 圆满报生 得上那佛 是你的智慧 千百亿化生 释迦牟尼佛 是你的行为 怎么千百亿化生 一家是做人家的母亲 一家是做人家的女儿 一家是做人家的太太 一家是做人家的先生 一家是做人家的父亲 一家是真儿子 那不是千百亿化生吗 你到学校去当老师 回到家里面 就当人家的老婆老公 那不是千百亿化生 那不是你自己吗 那还要 还不会悟到 你说你不会到 怎么会呢 我讲得这么清楚 还不会到 我怎么样才讲才会呢 所以说 即若不别 即使身 是乳 本法身 即使法身 是你本心 此心从无数 旷大贼来 以如今不别 我们的自信 未增生死 我们的自信 本来就好端端了 它 现在你讲这样 你们会听不懂 我再讲一个很简单的 还是物数界 我们的水 我们的水 知道是 它现在都是 那个H2O 两个氢一个氧 结在一起 那你把它烧开了以后 它变成烟 就回到天空上去了 回到天空上去了 碰到那个云冷却来 又变成云 又下雨 下来又变成水 倒冷冻的时候 变成冰 但是呢 它那个 两个氢一个氧 这个氧 它如果碰到铁的时候 它这个水分子 如果碰到铁的时候 它的氧气会 跟铁结合的话 变成氧化铁 那氧化铁 这个氧一跑掉的时候 两个氢就要飞掉 飞走了 但是呢 氢飞走了 这氧化铁 这个飞走 到了某个程度的时候 又被四目 还是被那个贝壳 吸进去了以后 又产生氧出来 它本来 我们的 单纯这个水 在我们的大气层里面 它就不生不灭了 不要说我们的自信 然后呢 你怎么会不懂呢 你的空气哪里有 你空气吸进来了 空气你把它氧气吸进来 我们吸收氧气 又把它吃二氧化碳出去 二氧化碳去 到了四目 四目吸进去 又给我们氧气 它又不是一个情况 回来 它也不是 单纯这个物质界里面的东西 都不生不灭了 还有说 我们要清清决心 所以你听到 看到这样的话 好像会说 我修持有困难 一点都不可能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好好放下 什么事 每一天都是 每天都是最好的 最吉祥 最快乐的 碰到不好的事情 你也要放下 高兴的事情 你也要放下 我们第一个讲 那个 那个抱怨行 随眼行 无所求行 那不是在讲这个吗 所以修行不是很难 不生不昧 不争不减 不够不净 不好不恶 不来不去 也无是非 也无难以相 因为我们的自信 哪里有难以相 对不对 自信本来就没有难以相 也无生死老少 出家人叫做生 没有出家叫死 也没有老人 也没有少人 因为自信本来 我们人为生死会老 但是我们的自信 它哪里会老 无生无缓 世人跟凡人 普通人都是一样的 同样的自信 我们的自信 跟释迦摩尼佛 它我们也没有少一点点 0.001都没有 跟释迦摩尼佛的 亲近的决信 都是一样的机制 所以也无佛 也无众生 也无修正 也无因果 现在它讲的 无因果不是我们的人 是我们的亲近决信 也无精骨 为什么也无精骨 那今天决信 它是空信的 怎么会有精骨 也无相貌 本来就没有相貌 有之西空 就像西空一样 起不得 舍不得 三合十弊 不能爱 当然那个自信 它不是只是一种 我们的光 音势 音势一秒钟 走大概九十几公尺 十秒钟 大概走将近一公里 但是光的光 一秒钟好像是地球走三千半 对不对 光是就最快 但是我们的心是比光是快 为什么我们的心是会比光是快 光是是物质界的东西 我们的心的速度 它没有 不是物质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心的东西 那个三合十弊 都不能爱的 你再大的三 不会妨碍到你的自信的 所以说 说有之西空 起不得 舍不得 三合十弊 不能为爱 讲这样的话 我们的自信太了不起了 我们不去建训 怎么行 我们不好好修行 怎么行 但是 但是你们现在 听到我这样讲的话 因为在意识心里面 在你们的意识心里面 设了一个 这个叫做活 这个叫做信 但是你们还是没有办法见到 为什么还没有办法见到呢 所以叫 心里面叫做观自在菩萨 行生般若的波罗密多使 要观 观你的那个心 观你的自在的菩萨 是你自己的菩萨 行生 要慢慢的观察 要混身 混身 混久的去观察 去慢慢去观察 叫行生般若的波罗密多 波罗就是智慧 波罗密多就是到彼岸 行生般若 波罗密多 这个时没有一个一定的时间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你建训的时候 叫做造建五音皆空 这个时候我们的五音才空 否则我们的五音都没有空 我们现在五音 悟到的人 他是在悟到那一刹那 见到的那个 他的清静洁信 叫做造建五音皆空 但是他好了 他出来的时候 他离开了 那个雾镜的时候 你把他 把他砍到的手臂 头去还是断掉 你把他头斩掉 然后他还死的 我们身体是 是五音生 还是五音生 不会说没有 是我们的清静洁信 他是五音皆空 不要误会我们的身体 会五音皆空 我们实体就是身体 我们这个是若身做的 这个是设法 跟我们的清静洁信 无为法 本体界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经典要知道 分别是本体界 还是现象界 吃莫往来 自在神通 我们的自信就是 一定每个人都有神通的 你们不要放心 不要烦恼说你没有神通 还要另外来求个神通 你又求他来行动 那就不行了 自在神通 透五音三 我们自信是透过五音三 度生死和 一切业 郭子法身 不得此 不得此心为妙 一切业 我们的这个 一切业 郭子法身 他这个字 我没有把它改出来 可能有点 有些问题 一切业 郭子法身 不得 应该是说 一切业 郭子法身 不得才对 这个地方要一切业 郭子法身 不得 楚心为妙 南见 楚心 是这样 一切业 郭子法身 不得才对 所以这个地方 我有一些问题 那个楚心 为妙 南见 楚心 因为我这个是从 大当心里面 转出来的时候 还没有给他校正 有时候校正没有校正到 不同色心 色心 色的心 就是我们的那个意识心 叫做色心 楚心 楚心是人节得意见 楚心是人节意得见 以此光明中 应所应识者 如恨而杀 几乎问着 总道不得 有如目人相识 总是自己受用 因而不识 就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自信 就是我们总是 我们自己受用 因而不识 他在讲的是 讲这个样子 就是说 此心是人节得意见 以此光明中 应所应识者 如恨而杀 几乎问着的时候 总道不得 有如目人相识 总是自己受用 因而不识 我们来在这个地方 我讲一个公案 就是赵州老人喝茶的公案 让你们比较容易 会体会这些现象 因为 因为主要文章的话 还不容易了解 但是 有这样讲的时候 你们 这个公案是赵州的公案 赵州是山东人 赵州老人 他一问一个新来的 那个出家人 问新道 新道 问一个新道的人说 真道此间 赵州老人 他住的地方 有人来掺学的时候 就问他说 你到 这都是出家人 下面问的都是出家人 真道此间 此间吗 你有来过这里吗 他说 他那个出家人说 真道 是要吃茶器 出茶器 就跟那个来问了 你到过这里吗 说真道 曾经道 是要吃茶器 又问 又另外一个真 又问另外一个真 真要不真道 这个没有来过了 失业 吃茶器 他也做出茶器 那个燕子 因为 试验里面有一个燕子 他是禅师 燕子就看到了 见后 这我把他报复 因为他 他那个 职业录里面写 后燕子 问一个这样的话 人家看不来 燕子见后 看到他这样问的时候 这个燕子问后 就说 为什么真道也吃茶器 不真道也吃茶器 这样 对不对 你们都喝够茶 会喝茶 人家都会养茶 人家喜欢养茶 都会养茶 燕子就问说 为什么真道也吃茶器 不真道也吃茶器 那个赵宗老人 赵宗就问 赵燕子 赵就是 叫一声 叫燕子 燕子 赵宗就问 若 赵宗说 出茶器 三个都出茶器 到了也出茶 不到了也出茶 来问了也出茶器 都去出茶 然后 然后 这个 这个赤家人 后来到 后面这个是 前面只是他的本 后面这个是 赵宗老人 里面 在 印 从地方引来的 后来这个 曾 曾后到 路 说 这个曾人 后 这后 挂壶 是因为 为什么经文 我 加上去 我要挂壶 起来 才让人 不要说 我自己认识改 曾后到 路桌 你不这样的话 你为什么 曾到木桌 前后 没有办法 加起来 曾到木桌 桌问 曾到 赵桌 你问那个出家人 这个出家人去 问餐 他又开始先去参赵桌 再来参这个木桌 木桌就问他说 曾到赵桌吗 那个曾人 曾到 桌云就是说 木桌就问他说 有何言计 曾几 吃茶话 那 我去问他 他就叫我吃茶计 就这样 那个桌 桌云惭愧了 桌云说惭愧了 却问 赵桌云做麻生 问那个出家人 赵桌去问说 赵桌云说惭愧了 却问那个 曾人说 赵桌云做麻生 你去问赵桌 赵桌说出茶计 你知道赵桌在什么意思吗 这个 赵桌云做麻生 就是赵桌的意思 你知道吗 是这个意思 曾人这个出家人说 只是一其方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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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桌就讲说 只是一其方便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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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 看他不会啊 他就 看他 很 那个 苦在 赵桌 背 背 就是你 背 你 将一勺 四坡 便打就把他打出去 他不会吧 不会就打 以前常常是这样的 不会就打了 所以 所以修行 你们会去看看 我那个师父的那个 世行论 他会讲的比较清楚 我不会讲那么清楚 我不给你们讲那么清楚 你们自己去看 看看你们知不知道 知道 你们不能了解 这个意思 我会言 一切众生 尽是迷人 因此作业 多生死何 一只海貌 一只海貌 为什么一只海貌呢 我们以为说 因为我们的执着心不断 我们的爱族的心 那个 那个执着 那个爱 那个情爱的心 不断的时候呢 对自己的那个 主女 对自己的那个 见识 你的 你的情用太深的时候 无法自拔的时候 走不了 真的走不了 这是我曾经体会出来的 所以我们 我们要了解到这些 悟到了以后 你知道说 才知道说 我们这些 见识 有的是来报恩的 有的是来找麻烦的 我们要放下他 报恩的你也要谢谢 高兴 看看笑笑就好 来找麻烦 你也笑笑就好 你不要太 陷到你 到有一天你都 没有办法 那个的时候呢 是我们自己缩累 因为呢 我们现前的这一念呢 我们现前的这一念呢 如果你没有 没有理会清楚的时候 你会一直执着在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你修行就会被障碍到 所以说一吃海梦 怎么样度生死河 为什么要生死河 因为我们一切众生尽是迷人 因此作业 作业就是我们的情爱之心叫做作业 度生死河 我们在生死河没有办法 一吃海梦 只会不见心 众心若不迷 如果不迷呢 因何 因何问其中事呢 无有一人得会者呢 自家应手动辞 因何不适 你自己在走路 或是你自己在走的 怎么不会 所以他告诉你我清楚了 因何问 找其中事 无有一人得会者呢 自家应手动辞 因何不适呢 故知圣人已不错 明人之不悔 明人之不小 故知此难民 为佛一人 能会此法 于人天之众生 及众生者呢 竟不明了 若智会明了呢 此心好明法性 也明解脱生死 不过一切法 过他不得 是这样 世民大自在王主来 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 如果你悟了以后呢 如果你悟了以后 就是智会明了嘛 你如果没有悟的话 怎么会智会明了 如果你悟到以后 智会明了以后 子心好明法性 我们称它为法性 也明解脱生死 就解脱生死 不过一切法 但是呢 一切法过他不得 应该一切法过他不得 这个 也明解脱生死 不过一切法 过他不得 世民大自在王主来 也明不失意 也明圣体 就是我们的本体 本体就是圣体 也明长生不死 也明大先 后来也叫大先 民虽不懂 体积是一 圣人种种分别 就不理自心 就是我还是在讲 都是讲我们的自心 心量广大 应用无穷 应眼见色 应耳闻生 应笔绣香 应蛇滋味 现在又讲太子宫的公案了 因为他有讲到用鼻子 鼻子的那个 鼻子也可以知道有香味 这个样子 这个问题 在这个主耶路里面 太子宫皇帝间 吃夜 吃夜就第一开始 是去参那个秀妍通 秀妍通给他接引的时候 随住发愿文 发愿文要修行 痛戒酒色 因为当官人 当官人比较那个 他去参业的秀妍通的时候 秀妍通给他接引的时候 他很高兴的时候 随住了一个发愿文 他的发愿文怎么写 我们没有看到 但是他痛戒酒色 日为朝周午饭 跟我们自家牛里饭 过午不时 早上吃周中午吃饭 这样的话没有办法 不容易的 这个一个太子宫 太子宫如果他 如果在这个 他没有讲是 他在当太子的时候 还是当秀妇 如果当太子的时候 就等于是我们现在的 那个总统府的秘师长 高官人家很大 痛戒酒色 日为朝周午饭 绝治残酷 要悟到 要残残悟到 急于毁堂 有一个那个时候 有黄龙毁堂 去移到黄龙毁堂禅师 七子 洁净赤 因为做官的人 去的时候都 我在当官 没时间 你看看能不能告诉我 比较方便餐产的 比较容易悟到的方法 所以叫做洁净赤 洁净是快捷 一个快速路的 洁净赤 请那个黄龙毁堂给他指一个快速的悟到的方法 那毁堂A 就跟他解引 说祖子众尼道 众尼就是孔子 众尼道 众尼有讲一句话 说二三子 以我为允夫 无允夫尔 就是说 众尼道 就是孔子向他的学生讲 二三子 以我为允 我没有跟你们讲亲词 这个道理的意思 叫做 以我为允夫 就是说 我无允夫尔 这句话是众尼讲的 就是孔子讲的 就是说 孔子向他的学生讲 说二三子 你们这些学生 以为我没有告诉你们 亲词 这个道理 我没有隐瞒你们 无允夫尔 那太史基长如何理论 他这样讲的时候 他就说太史公 你如何理论 你要怎么样来对待 这个计划的意思 太史长如何理论 太史公理对 就是想要辩白 还要解释说他的见解怎么样 他还没有讲出来 毁堂之后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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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 他讲了这句话出来的时候 那个太史公想要理论 你想要讲什么 想要讲说一些言文 出来解释的时候 这个时候毁堂说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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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讲 他就说不是了 还没有讲 他就说不是了 那个太史公就迷闻不已 奇怪 我要讲 刚刚要讲 你是不给我讲 说不是不是 他就迷闻 所以禅宗这个时候 就是疑情就起来了 奇怪 我问他 他怎么这样 怎么这样对我 就是奇怪 他心里给我迷闻 迷闻但是他也没有讲出来 一日四堂三行事 就是说一日陪这个匪堂禅师 在山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郊七的山边的这样走的时候 十元桂盛开 元桂就是我们的那个木梨花香 桂花香 木桂桂花香 桂花是元桂就是桂花 桂花香盛开的时候 那毁堂就 毁堂就讲 毁堂就跟那个太史公讲 文木梨花香 在山上走的时候 那山上不是刚好这个时候 就应该是秋桂 对嘛 桂花开的时候那很香嘛 毁堂就问那个太史公 文木梨花香嘛 那公的说文 那个太史公 文啊有啊有啊 文到啊文香啊 对啊 堂的 这个时候那个 那个毁堂就 我没有给你 隐瞒啊 你不是闻到香了吗 你怎么会闻到香呢 你闻到香是谁在闻呢 那他就误导了 太史公就在这个误导了 所以你误导了什么呢 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会不会 你们自己不想会 你们自己不想会 这个问题那么简单呢 谁不会 公事然 击败之耶 这个时候他太史公知道了 哦 原来是这样 他摆 击败之耶 和尚得任何老婆心切 唐孝威呢 只要公道加有 就是要你要 让你误导 亲证到你的那个 情境绝信 是这个意思 乃至思维运作 皆是自心 一切时钟 但有言以道断 即是自心 固隐 如来色无尽 智慧也然 色无尽是心的自心 心是善能分别一切 即是思维运作 皆是智慧 心无形象 我们的智慧当然没有形象 智慧也无尽 我们的智慧当然没有办法 有什么尽头的 顾云如来色无尽 智慧也然 四大色身 即是烦恼色身 即有圣妹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四大 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这个身体 是四大 甲和之身 所以四大色身 即是烦恼色身 即有圣妹 法身常知 无守知 如来法身常不便义 故君云 众生应知 活性 本知有之 众生应知 活性 本知有之 加设止是 物得本性 本性即是心 本性即是心 心即是心 性 即止 同知佛心 所以说 这个佛法的 里面的这个心 有些时候 他 我们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 分到混群子 性跟心 心是 心跟性 所以他这个在 有时候在讲 这个心的时候 跟性的时候 他就说 本性即是 本性即是心 但是这个心 不是意识心 是自性的这个心 所以本性即是心 心即是心 性即是此同知佛心 前佛佛佛 祖传此心 此此心外 无佛可得 无佛可得 颠倒 颠倒众生 不知至心是否 向外持求 终日往忙 礼佛 念佛礼佛 佛在佛次 所以说我们 这样讲的话 你们不要误会说 我们去念佛 我们去拜佛 我们念经 这些是方便 不是说不行 不过他 达摩祖师 在写外论讲 是要你践性 你这个方便 你不要执着说 我念的佛 那个佛就是佛 我拜的佛 那个佛就是佛 所以他这个佛 跟经 都是你自己的 要你一定要去践性 所以你说 念佛 礼佛 佛在佛次 你以为说 那个木雕的 那个石雕的 那个金雕的 那个是佛 那个只是 世间的这些 我们世间的 那个生命法 所以说他讲说 你念佛礼佛 佛在佛次 所以你要你知道说 你的自心 自信就是佛 不应做日事等见 但知自心 心外更无别佛 今云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 肉相之相 非上 即见如来 我们经看经理面 讲的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日来 我们的佛心 它无相了 又云 守在之次 极为有佛 守在之次 结为有佛 自心是佛 不应将佛理由 但是有佛 即菩萨相貌 如果你碰到 有佛即菩萨相貌 呼我见前的时候 切不过礼尽 我心空即 我本无如是相貌 若其相即是某 进入邪道 若是患从兴起 即不用礼 礼者不知 知者不礼 礼别谋舍 恐学人不知 故作事变 知佛之来 本体 本性体上 都无如是相貌 它在讲说 我们跟你讲的时候 所有的知佛之来 十方知佛之来 在本体性上 都无如是相貌 窃息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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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一境界 却不用采瓜 也莫生怕不 不要疑后 我心本来亲近 何至 有如许相貌呢 所以我们的亲近决心 没有这些相貌 乃至天龙 夜叉鬼神 帝氏 欢王等相 也不用心生禁礼 也莫怕记 我心本来空击 一切相貌 却是妄相 但莫起相 若起佛见法见 及佛菩萨等相貌 而生尽重 自度众生慰衷 若欲之会 但莫起 一切相及德 更无别以 顾菁萨 凡所有相结事 希望都无定时 患无定相 是无常法 但不起相 何他胜意 顾菁萨 礼一切相及名诸佛 最重要这一点 就是礼一切相及名诸佛